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要是一方面继续去练习识别节奏的能力 练习比较复杂的节奏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主要来讲解一下 如何来分析纸弹中比较复杂的复合扫弦的演奏方法 好的 第一个段落从第一小节到第十一小节 那这个段落一呢不仅在开头在节尾呢也又一次的重现过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音符呢是一个弱起啊 第一小节一开始是一个三拍的休止符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四个十六分音符 好 我们可以先按好这个和弦 我们用中指按住三弦的二品 十指抬起来准备按住二弦的一品 首先播响三弦的二品 二弦空弦一 吉祥 四弦的空弦 那么这四个音符呢都是十六分音符啊 所以真正的演奏过程中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 我们保持住这个执法不用动 接下来是一个爬音 OK 然后呢变成了下一个和弦啊 两个一 这个和弦呢有两种按法啊 通常呢我会习惯用一个小横按 来同时按住二弦和三弦的第一个品格 当然呢难点在于啊你要空出来 一弦的空弦音 嗯 很好听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和弦呢 接下来呢会有三个带括号的这个0110这个和弦 那带括号呢前面说过了 其实啊这个是联音 联音符号啊 代表这三个后面的这两个和弦啊 并不用演奏 那他们的十指呢 直接并到前面的这次爬音里 所以我们知道这次爬音就一共有 那它本身是半拍 再连一个一拍再连半拍 一共有两拍的时间 好 然后我们再弹小二弦的一品 用无名指技巧 二弦的三品 那这里边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小横按 按住中间两根琴弦 有一些难度的话呢 你也可以试着用十指和中指 来分别按住三弦和二弦的一品 这样容易一些 但是呢后面的这个二弦的基弦啊 就不得不用小指来做 小指基弦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两种指法呢 各有利弊啊都可以 然后十指摁住二弦的一品 保留住十指不要动 用我们的中指摁住一弦的一品 小指一弦的三品 好 然后是一个0545的和弦 这个和弦呢 大家第一印象很容易用这三个手指 中指 十指 无名指来摁啊 因为这个指法很像G7和弦对吗 但是在这里啊我推荐你呢 用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来按住这个0545的和弦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看到紧接着啊 在一弦上面呢 有一个零品和一弦三品的旋律音 那为了演奏好这个旋律音的同时呢 又保留住我们这个0575的和弦的指法 所以我们要把十指给它预留下来 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和弦 又可以方便的演奏旋律啊 用小指来按它 看这两个手指留在了这里 接下来GM7和弦 好 这个和弦啊 弹过一点吉他的同学 可能会习惯性的用小横按来按住它 用十指按住一弦和二弦的一品 再用中指按住三弦的二品 但是在这里呢 同样我需要你换一种指法 你可以用你的十指和你的中指 分别按住一弦和二弦的一品 然后用你的无名指按住三弦的二品 好像有点别扭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按呢 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 一弦的空弦音上的旋律 为了既演奏出一弦的空弦音的旋律 又保留住GM7的指法 所以我们用这种指法 不用小横按 看 这两根手指被留在了纸板上 好 全部放开空弦音 十指 空弦音 OK 接下来还是这个FA的九和弦 保留十指在一弦 在二弦的一品上 三弦 然后用无名指按住二弦的三品 好 接下来四个 十六分音符连贯的即弦 十指 二弦的一品 无名指 即弦 二弦的三品 一弦的空弦音 无名指 即弦 二弦的三品 好 这里 这四个音符 十六分音符 速度比较快 即弦需要你的手指 有一定的爆发力 接下来还是一样 GM7和弦 我们不用小横按 而是用三根手指 一次忍住它 A7 十指 三弦的一品 注意跟刚才FA的九 是不一样的 这个爬音就有三根弦 四三二的三根弦 所以在爬的时候 我们的拇指 正好压在了一弦上 而不经过它 不要破响一弦 好 保留住十指 不要动用我们的 中指 按住二弦的一品 四弦空弦音 一弦空弦音 好 又回到了 这个DMA的十一和弦 中指 三弦二品 十指 二弦一品 爬音 小指 在保留住 这个和弦的前提下 用小指 按住二弦的三品 再放开 好 还是刚才的 0545和弦 我们习惯性的用小指 这三根手指来按住它 好 注意后面的括号 零音符 还是一样 一共有两拍 滑音 从一弦的五品滑到 七品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演奏中 很少使用滑音这个技巧 而比较喜欢机弦和勾弦呢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 我在这里将不得不 放开0545的这个和弦的指法 没错 在大部分的滑音的这个技巧里 我们都不得不放开和弦本身 那这个和我们演奏 只弹独奏的基本规则 是相违背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比较少的 运用滑音的技巧 好 接下来GM和弦高把位 小指一弦的八品 十指二弦的六品 中指三弦的七品 高把位怎么找呢 用侧面的点来帮你 三弦 一弦 好 又是一个新的和弦 我们可以用 中指 十指和无名指 来一次按住 零 八 七 八 这个和弦很好听 好 注意了 接下来有个一弦的七品 那么为了保留住和弦本身 又很好地演奏出旋律 我将会用我的十指 做一个小横按的动作 来按住 看到了吗 本来我是三根手指 按住 零 八 七 八 演奏完之后 我放开了无名指 十指变成了小横按 同时按住了一弦和二弦的七品 然后小指 二弦的十品 都是为了保留住和弦本身 然后接下来零七五七 中指三弦的七品 十指二弦的五品 无名指 一弦的七品 爬音 三 二 一 好 然后呢 这个二二三的和弦呢 我们可以用中指摁住四弦的二品 无名指摁住三弦的二品 小指摁住二弦的三品 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然是为了接下来的演奏 好 一个三根弦的爬音 五指停留在一弦上 好 放开小指 十指 摁住二弦的一品 你看上面两个手指不用动 对吗 就是这个指法的好处 放开 它只有两个 二弦 好 至此呢 我们段落一就完成了 一到十一小节 那这样一个段落呢 在这首曲子的结尾 还会再次重续一遍 我连起来演奏一遍 然后呢 第十二小节到第二十七小节 是第二个段落 也是这首歌曲的主歌部分 非常经典的一段旋律 同样旋律是弱旗的 这个旋律的开始呢 在十一小节的最后两排上 空弦 好 注意这里的节奏 一排和两个半排 大大大 OK 又看到了GM7和弦 像刚才一样 我们不用小横 而是用十指中指无名指 来按住这个和弦 爬一 三 二 再次爬一 一弦的一品 放开一弦的一品 但是要保留住这个和弦 再回来 OK 接下来呢 C和弦 我们用十指 按住一弦的一品 C7爬音 三 二 再次爬音 好 注意这个一弦上面的 机弦 从一品 机到 三品 这两个音符 这两个音符的节奏呢 是不平均的啊 前面的这个一拍 前面的这个一弦的一品的音符 我们会看到它尾巴上面有两条小横线 那这个音符呢叫做16分音符 它的时间呢只有四分之一拍非常的短暂 而它连接着的这个一弦的三品这个机弦的音符呢 尾巴上面只有一条横线 而且后面跟着一个点 负点 大家经过前面的学习应该知道这个音符的时间呢 有一个尾巴的八分音符 是半拍 再加一个负点 要延长它自己节拍的一半 所以这个音符一共是 二分之一 加它自己的一半 四分之一一共是四分之三拍 好 所以这个一 这两个音符 前面一个一是四分之一拍 后面是四分之三拍 弹的时候 这样的节奏 前面短 后面长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然后接下来 F的九和弦 十指摁住二弦的一品 爬音 爬音 四弦 二弦 一弦 很简单 然后第七和弦 好 这里呢 我们会用中指摁住四弦的二品 无名指摁住二弦的二品 好 做一个爬音 三二再四爬一 好 还是一样 四分之一拍和四分之三拍的一弦上的机弦 在机的时候呀 要保留住我们这个第七和弦不要放开哦 好 第七这小节我再来一遍 那就是在一这个音符上要多留一下 好 然后我们用中指摁住三弦的二品 无名指摁住二弦的三品 空弦 吉祥 好 最后是A七和弦 我们可以保留住无名指在二弦三品上 不要放开 把中指换成十指 摁住三弦的一品 一个只有三根弦的爬音 四 三 爬 好 注意了保持住我们的食指不要动 因为这个是A七和弦 A七和弦的指法 然后用中指摁住二弦的一品 一拍放开 两拍 好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你很容易忽略了这个A七和弦的指法 A七和弦很简单 食指三弦的一品 保留住它 然后Dm和弦 同样三根弦的爬音 小指 二弦的三品 放开 爬音 然后又是第七和弦 跟刚才一样 好 这样子这个我们的主歌呢 就完成了第一遍的演奏 后面基本相同 在演奏这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个特别的节奏啊 就是这个爬音 每小节都有两次爬音 这两个爬音的分配的方式比较独特 一般我们知道爬音啊 重拍啊 都会在一小节的正拍上 在第一拍和第三拍上 通常都是这样子的 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段落里不一样 它的爬音出现在第一拍和第二拍的后半拍上 是 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节奏啊 听上去很独特很有风味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爬音的时候呢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强弱的一个律动啊 听我的 感觉到了吗 我们不用小横按 二一 刚刚才完全一样 我就不再做讲解了 好 注意这个第七和谐 我们要留着食指 不用食指来按它 因为要用做了接下来的鸡鞋 好 零二三 同样要留着食指 因为接下来的一弦上面还有一些旋律 需要用食指来演奏啊 好 一个即简和弦 我们用大横按 按住一弦 sorry 一品所有的琴弦 然后用无名指 按住二弦的三品 好 一个大横按 好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 一弦上的一三五 这三个音符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三个音符下面画了一个方括号 下面写的数字三 那代表呢 这三个音符是三连音 三连音 把两拍平均分成三份 把两拍平均分成三份 有一种很 有一种强调的感觉啊 注意在演奏的时候还是一样 我们要保留住刚才这个 大横按 和无名指 在二弦三平的这个 几简和弦的指法哦 这种节奏 大大大 这种强烈的强调的感觉啊 我把这小节连起来演奏一遍 好 难点在于 这些音符你要用你的小指来按出来 它要保留住大横按 好 三连音 两拍的三连音 好 接下来的这个A7和弦呢 我们可以用十指来按住三弦的第四个品格 五名指按住二弦的五品 十指按住一弦的四品啊 这就是一个G和弦的指法对吗 只不过移动到了第四第五个品格而已 好 然后呢 用我们的小指 再补充上一弦的五品 构成了这个零 四 五 五 的这个和弦啊 注意啊 中指还要留在一弦的四品上 好 爬音 放开一小指的一弦 变成零四五四 三弦 再放回去一弦的五品 滑音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小指放上去变成零四五五 爬音 三 放开小指变成四 再爬音 三弦 再放回去一弦的五品 滑音 OK 然后变成这个 我们可以用中指按住三弦的七品 十指按住二弦的五品 五名指按住一弦的七品 构成这个零七五七的和弦 爬音 三 二 一 然后用我们的十指变成小横摁 同时摁住一弦和二弦的五品 我想 再用我们的五名指摁回一弦的七品 好 这个很麻烦的小横摁的动作呢 其实都是为了尽可能的保留住 刚才这个零七五七 这个叫做A七和弦的直发 至此就是第二个段落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首曲子最核心的段落 段落三 从第二十八小节到第四十二小节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段落里面呢 充满了比较密集的扫弦啊 那其实呢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在演奏到这种 很复杂的扫弦的时候呢 都很头疼啊 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执法 不知道哪一下下哪一下上 甚至在没有仔细的观看过这个演奏视频之前 甚至自己很难把它演奏出来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分析这种复杂的扫弦段落啊 好 首先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第二十八小节啊 这里面是一个DM七和弦啊 十指横摁住所有琴弦的第五品 然后小指如意弦的八 这里有很多的箭头 下下下上上下下下 非常复杂 怎么才能把这个节奏弹出来呢 首先呢 我们最起码你要搞清楚每一个箭头 它是几拍 好 这个需要的大量的运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分析节奏的这个方法了 很简单 尾巴上的横线越多 它的节拍就越短 首先一开始两个下扫 尾巴只有一条横线 对它们都是八分音符 每个 各站半拍 好 半拍半拍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 一个下 一个上 前面的这个下扫呢 尾巴上同样只有一条横线 所以它依然是半拍 只不过呢 在它的尾巴后面跟了一个小黑点 我们知道这个叫做负点 代表要延长这个音符节拍的一半 所以它本身是半拍 二分之一拍 再延长它自己的一半 它自己的一半 二半拍的一半就是四分之一拍 那么加起来一共是四分之三拍 对之前我们有见过这个在负点的半拍音符 然后呢 接下来的这个音符这个上扫 尾巴上有两条横线 所以它是十六分音符 它有四分之一拍 但是呢 它后面又连着一个音符 我们会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五八这个音符 是用括号打着括号的 我们知道这个叫做连音符 这个音符的节拍呢 被并到了之前的这个上扫里边 那么打着括号的这个音符呢 尾巴上同样有两条横线 它有四分之一拍 就这两个四分之一拍加起来 一共是半拍 对 它们一共是半拍 接下来的这个上扫呢 尾巴两条横线 是四分之一拍 然后呢 这个5557 这个和弦呢 尾巴只有一条横线 所以它是半拍 然后两个下扫都是半拍半拍 好的 所以我先把这组节奏的变化呢 放在屏幕上 大家看清楚 你必须要先熟练的识别 它们的音符是几拍 识别出来了之后呢 还是很难谈 半拍半拍 四分之三 二分之一 四分之四 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二分之一 这么复杂的节拍怎么谈呢 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下这个比较核心的分析方法了 这个叫做复合扫弦法 那在这本书的前面呢 有一个章节 也是专门讲这个的 我希望大家呢可以仔细的研读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它很核心的 它很核心也非常的实用啊 把它弄懂啊 像这种复杂的扫弦你也可以轻松的去应对了 这个所谓复合扫弦法呢指的就是啊 别管这条扫弦多么复杂 它其实呢都遵循着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呢我们的手指啊始终都在保持匀速的上下扫弦的过程中 所以其实别管这条扫弦看上去多么复杂 我的右手看上去永远只有一个动作 对吗看起来只是在保持匀速的上下来会摆动 看起来很简单 当然呢在这些摆动里边啊 我们并不是每一次摆动都真的碰到了琴弦 在这一个小节里边呢 我们看到里边最小的音符的实质 是尾拉山有两条横线的16分音符 它们是四分之一拍 对这一小节一共有四拍 最小的音符是四分之一拍 所以我们的手呢就以四分之一拍的频率来回的摆动 所以在这一小节在这四拍为一小节的段落里边 我们的手指应该实际来回上下摆动了16次 可以理解吗一共有四拍 我们的手摆一下是四分之一拍 所以一共在一小节里摆动了16下 好摆动了16下 当然了每一下都是四分之一拍 然后呢虽然说来回摆动了16下 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一次的摆动都真的碰到了琴弦 其中呢夹杂这些没有碰到琴弦的空的扫弦 那这些没有碰到琴弦的空的扫弦呢 动作和我们正常扫弦是一样的 那只是不要碰到琴弦就可以了 那这些不用碰到琴弦的空的扫弦 它们填充了实质 使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听上去有长有短的变化 好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 我们就给分析出来怎么谈的了 好我们先实战一下眼前的这一条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一开始的这一拍啊 两个下扫各是半拍 所以在下面对应的这四下上下上下的摆动里边呢 只用碰到两下 那是哪两下呢 没错是第一下和第三下这两个下扫 而第二下和第四下这两个上扫呢 其实是不用碰到琴弦的 所以扫起来是这样子的 下空下空 可以理解吗 一共摆动了四下 只有两下发出了声音 所以其实你只听到了两个半拍的下扫 空下空 好接下来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这这一拍里边啊 我们只有第一拍和第四拍 第一拍的下扫和第四拍的上扫出现了 所以在这四下上下来回摆动里只有第一下和最后一下需要碰到琴弦 中间的两下不用碰到琴弦 就变成了下空空上 可以理解吗 下空空上 可以理解吗 这样你只是只听到了一个四分之一排的上扫和一个二上扫 二分之一排的上扫 好最后一个最简单了 只有两个半拍的下扫 所以他们是下空下空 OK这就是分析它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很快就精确的而且还是比较轻松的分析出来了这一条看似非常复杂的扫弦 好我先不管它音符的变化 我先把它的节奏连起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下空下空 下空空上 空上下空 下空下空 好稍微快点就变这样了 听到了吗 有点节奏感 接下来呢 当你这个节奏右手比较熟练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加上左手的音符的变化 我们看到一弦上的旋律音有变化 875 好连起来当你练熟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接下来GM和弦 十指忍主一弦的五品 中指忍主二弦的六品 然后七品 就是一个EM和弦 就是移动到了第五个品格 爬音 好在我们快速扫弦的过程里 我们爬音可能就来不及用你的拇指去爬 所以我们用扫弦来爬 下下上爬 小指忍主一弦的八品 好 然后呢 我们移动到 十指忍主一弦的七品 中指忍主二弦的八品 同样 这里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它的节奏 第一个音符是 一拍 然后四分之三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好 我们把它的节奏变化写在屏幕上 然后正确的分析方法 我们手指依然是在来回的上下摆动 所以呢 第一拍就一拍呢 我们手指会来回的摆动四下 只有第一下碰到琴弦 下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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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空 空 上 空 上 下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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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了吗 我们把它的变化写在屏幕上 好 下 下 上 上 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条伴奏型其实很常用啊 在弹唱过程里叫做slow song 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屏幕上面的这个演化的过程 好 接下来一样 f-f9 十指扔主 二弦的一平 然后无名指 一弦的三平 下 空 下 上 一弦的空弦音 好 然后保持住十指一平 平常不要动 用我们的中指 按住四弦的三平 无名指 按住一弦的三平 后面一样一个降弊和弦 十指 横按住五平所有的琴弦 中指 按住二弦的六平 下 空 空 空 下 空 空 上 空 上 四弦 二弦的六平 抬起来保持住大横 然后这个和弦我们需要用到大拇指 大拇指按住四弦的四平 十指 二弦的四平 中指 三弦的五平 无名指 一弦的五平 用拇指来按 好 爬音 四弦 爬音 滑音到七平 好 然后按一个G的指法 在四弦上 十指 然后把小指按在一弦的五平上 下扫 下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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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空 空 上 空 上 空 上 下 空 � 好 这条节奏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 这条节奏跟刚才是一样的 十指 二弦的五平 五名指 一弦的七平 下 空 空 上 用拇指做一个小小的扫弦 下 下 暖扫 长扫 保持住和弦不要动 然后十指变成一个小横按 OK 后面是一样的 后面跟刚才完全一样 好 这里有一点不一样 现在我们在第四十二小节 五指 按住四弦的六平 十指 按住二弦的六平 中指 三弦的七平 好 一个大 一个拇指 按的和弦 三根弦的爬音 一弦的空弦音 然后十指 三弦的一平 中指 一弦的一平 好 爬音 三 保持住这个执法不要动 用我们的小指按住一弦的三平 勾弦 放开一弦 再做一个爬音 好 这次就是我们段落三 这首曲子里最复杂的一个段落 在里边我们主要分析一下 复合扫弦的方法 大家掌握这个方法 也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前面的章节 非常的有用的一个指法 好 最后呢 44小节到第48小节 又一次的重复了段落一 跟一开始的段落差不多 同样以G弦开始 GM7 A7 保留住A7不要动 4弦 1弦 然后中指 三弦的二平 十指二弦的一平 这个和弦 小指 二弦的三平 抬起来 好 这里不太一样 按住一个G7和弦 一个向上的爬音 大家仔细看 这个箭头是向上的 做上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十指来往上爬音 直播响 直爬响 三根琴弦 从1到3 所以我们的十指最终会落在 第四根琴弦上 不要跨过去 空弦音 保持住G7 不要放开 直把我们的十指抬起来 二弦的空弦 二弦的一平 小指 二弦三平 好 然后A7和弦 十指 三弦的一平 无名指 二弦的三平 向下的三根弦爬音 一弦 保持住这个和弦 不要变 把我们的中指摁住 二弦的一平 一弦的一平 好 放开 直留住三弦的一平爬音 好 放开 来 十指一弦到二平 无名指 四平 好 接下来从4滑到7 滑过去 这个7不需要再另外弹 保持住 十指的大横按 一个爬音 然后把一弦上面的无名指 移动到四弦上面 变成DM和弦 下爬 好 至此 就结束了 那么 这首曲子段落不长 当然真正的难点 在于刚才的段落三 从第28小节到第42小节 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密集的 扫弦的变化 这些音符呢 尾巴上的节奏变化比较复杂 是以16分音符为基准的 我们管这种节奏称之为Slow Soul 节奏 它在这种慢歌里 比较抒情的音乐里很常见 所以事实上 这个看上去很复杂的Slow Soul的节奏 才是我们不管是弹唱还是 直弹独奏里最常用的一种扫弦节奏 那在普面上看到它呢 感觉很复杂很恐惧 首先呢 你应该像刚才一样 先很精确的把每一个音符 到底是几拍这件事情搞清楚啊 然后呢 用我刚刚教给你的复合扫弦的分析方法 你会知道 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扫弦 我们的右手始终都是在保持一种 匀速的上下摆动的一种惯性 然后呢 按照这个惯性 我们分析出来哪些地方 我们碰到了琴弦 而哪些地方呢 我们没有碰到琴弦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之后 你很快呢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快速的分析出来 这种扫弦的方法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 你可以拿一支铅笔 在节奏的下面 画出像我刚才屏幕上显示的这些箭头来 然后把不需要扫到的地方呢 擦掉或者用虚线标记出来 然后慢慢的去练 保持你的手指运速的摆动 相信你花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习惯了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也是我这本书里的比较核心的一个演奏的技巧 希望大家大量的练习 因为在后面的读作曲里 我们将会越来越频繁的运用到这种复合扫弦的分析方法 好 以上就是这首曲子的教学部分 关于这节课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你在论坛 或者星光流行音乐教室的微信平台 微博与我保持互动 那如果你有条件呢 也欢迎你亲自来到上海星光流行音乐教室 学习威力 新光流行音乐教室 欢迎大家的光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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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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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